這是一個35歲的 跟我們一樣是同業 他是在園女那邊的一家 區域醫院還是地區醫院的行政 也是護理人員 不應徵四年到五年 那它的功能很強 我們居然十五顆 十一顆成熟 十三顆成熟 十一顆塑精 我們把它動起來 原本他跟我談的是說 他要做胚胎快篩 那後來也是聽到費用 因為一顆胚胎要兩萬年 他就畢竟他住在保姓 就是護士嘛 所以薪水是有限的 所以他就選擇 只是兩枚第五天的胚胎 成功懷孕 他只是胚胎當天 他只是胚胎當天 剛好是大甲媽祖 經過 要從新港媽祖要回到大甲媽祖 會經過他們醫院 聽說那個媽祖的軟教會放在他們家 他們醫院大廳 讓他們全面的所有的員工去鑽 那個媽祖的叫腳 他去鑽完以後再來組織佩胎 也感謝大甲媽祖的保佑 他一次成功榮鳳台 恭喜臉小姐